英國秘密情報局又叫軍情六處局長摩爾 19日是一次公開的演講 剛才Thomas說過在英國駐捷克大使館一個演講 公開慫恿俄羅斯人幫英國從事間諜活動 公開講很特別 這次是摩爾在2020年上任以來第二次公開演講 正如Thomas說在6月23日發生的在俄羅斯 瓦格納的叛亂事件證明俄羅斯很不好 克里姆林公周圍有很多深刻的裂痕 意思是告訴你 俄羅斯已經倒閉了 做間諜就是時候了 倒閉了之後想做都不能做 而且現在做的代價很低 很容易是立功 因為俄羅斯已經倒閉了 從瓦格納事件看到俄羅斯快要倒閉了 有深刻的裂痕在克里姆林附近 所以他公開邀請一些俄羅斯人 跟他們攜手 他的說法就是邀請俄羅斯人跟英國攜手 他說我們的大門永遠都是打開的 他說俄羅斯的秘密在這裏是安全的 即是告訴你如果你做間諜 你爆料在這裏是安全的 是不會影響到你的 是穩陣的 他們將會是共同 包括新招請的間諜 是共同努力 是做些什麼呢 是結束流血 是做一些很偉大的事 因為推倒了俄羅斯 那就不會正義 就不會再打仗 就是結束了流血 所以現在你做間諜 是一個很偉大的事情 是有它的正當性在裏面的 據報導 摩爾還宣稱 其實 他的說話的重點雖然在俄羅斯 但是原來 MI6 英國秘密情報的軍情六處 報導對中國資源的投入 是大於任何國家 就算是俄羅斯 投入的資源 在MI6來說 都是不及投入中國的資源 我們想像到 在中國 其實可能的間諜費用 相當之高 有俄媒就引述 在摩爾 他怎樣 慫恫 俄羅斯人做間諜 他是怎樣解釋 或是怎樣宣傳 這件事 他的說法 摩爾是說 我們軍情六處 這個部門 的特點 的準則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對特務的忠誠 是忠生的 就是他永遠都會很忠誠地對待他的特務 對特務來說 說忠誠本來就很奇怪了 因為本身 做了特務 或者是出賣自己的國家 他就忠誠度也是有問題的 對一些忠誠有問題的人 說忠誠 似乎 就有些奇怪的 不如應該說錢 就實際一點 但是摩爾是公開說到 他們軍情六處的其中一個準則就是 對他的特務是忠誠的 第二個點 他強調就是 他對這些 特務的感激 是永恆的 做了特務 很可能是一個投機者 你對那些投機者說的永恆 也是很奇怪的 第一 他答應對這些投身的特務 他們是會 講忠誠的 而且這種忠誠或者感激是永遠的 雖然 烏克蘭和西方官員很多都承認 這次烏克蘭的反攻不算很順利 但是摩爾就主張 他就直接說 烏克蘭在戰場上 現在應該已經贏了 說現在 俄羅斯想重振洪峰 機會都是很渺茫 意思就是說 現在你造反的話 代價是很小的 因為到最終 俄羅斯也是會倒閉的 所以 歡迎多些人 去背叛 俄羅斯 加入英國的 情報部門 這樣 那針對摩爾的說法 俄羅斯的外交部發言人 扎哈羅瓦就有些回應 他說如果 真是 正如摩爾說 俄羅斯 戰勝的機會真是這麼渺茫的話 那為什麼 摩爾還要這麼大力去鼓勵 周圍 找間諜呢 還周圍去找 那些人要出賣俄羅斯呢 反正都贏了 照計不用這麼積極啊 那至於呢 所謂 打開的大門 保守秘密 第一就是歡迎所有人 打開大門 第二呢 是保守秘密 就是保證那些間諜 或者伴國者安全 他的保守呢 那麼 扎哈羅瓦就說到 他說 拜託 摩爾介紹一下 斯克里帕爾 一家的情況 那麼 有些人如果相信你 真是做間諜那麼好做 真是可以保守到秘密的話 你就是最先摧毀 相信你的人 如果你真是相信摩爾港做間諜 很安全 是很秘密的 那就麻煩你去看看 有一位 斯克里帕爾一家的情況 報道說到 扎哈羅瓦指的 就是 謝爾蓋 斯克里帕爾 那麼這件事發生是什麼呢 這是英國前俄羅斯的間諜 一個毒殺案 發生在2018年3月4日 這位呢 其實是前 俄羅斯的上教 謝爾蓋 斯克里帕爾 和他的女兒 尤利亞 在2018年3月4日 被人發現 躺在英國購物中心的牆燈上 不省人事 經診斷之後 兩個人 神經毒劑中毒 兩個人送了進去ICU 當時的情況是很危險的 但是呢 經過治療之後呢 他們都是 康復 出了院 俄羅斯 一位評論員 叫克萊米 約洛夫 他評論 當然 俄羅斯官方 是沒有這麼說的 這是一位俄羅斯的 評論員 媒體的評論員 他說出於教學的目的 就是要警告那些 想著以背叛祖國為職業的人 叛徒就是世界上最危險的職業之一 這就是這位俄羅斯評論員的說法 其實 不是那麼秘密的 還有 代價都是很高的 做一個叛國者或做間諜 就不是那麼好做的 就是這位評論員的看法 至於究竟是 軍情六處的局長 摩爾先生 對於間諜的目光正確 還是這位評論員 克萊米 約洛夫 是正確的呢 這個就大家想了 就是 究竟做間諜是不是那麼好做呢 是不是那麼秘密呢 他是不是保護得到你呢 這個呢 是不是那麼正義呢 這個就要 Open question 就大家想了 那你相信誰 相信軍情六處的局長 即是一位俄羅斯的評論員 我這樣就講第二個話題 在7月18號 歐盟和拉美的領導人 是結束了一場峰會的 那這個就是8年之後的 以來是第一次 歐盟歐洲的領導人 和拉美的領導人 坐在一起 希望達成一些協議的 但是呢在18號 就開完美的這個峰會 就呢 最後呢 以 不歡而散地收場 因為呢 主要原因是 國方呢 那麼很多個 國家地區 在這裏 國方是未能夠一致地 支持 譴責俄羅斯 一個那麼簡單的聲明 但是達不到共識 那麼報道說到呢 歐洲就對烏克蘭的支持 就和包括有33個國家的 拉共體 一個叫做拉共體 拉丁美就是一個拉 他們這些國家拉共體呢 都是持中立的態度 一個就是強烈支持 一個就是中立 就形成強烈的一個衝突 歐洲和拉美國家 拉共體呢 有強烈的衝突 可能拉共體呢 大家平時沒有什麼 我簡單介紹一個 拉共體呢 其實就是拉丁美洲和 加勒比國家共同體 就是這樣 就是一個是由拉美國家 和加勒比國家組成的 一個國際組織 在2010年 就成立的 那麼它實際上是由 除了加拿大和美國以外 所有美洲的國家組成的 是一個這樣的組織 那麼是一個慶祝 本來很久歐洲和拉美國家 領導人的一個 峰會 是一個慶祝 本來是經濟關係 希望想做生意 以及新投資 在有什麼新的投資 的一個峰會上面 竟然 大家想不到一個細節的問題 就成為這次壓倒性的一個主題 就是俄烏的問題 對於俄烏戰爭的立場 那麼最終 普京的陰影 這一位作記仁他這麼說 就籠罩了 為其兩天的會議 因為 最終 尼加拉瓜仍然是拒絕 對這場戰爭 是提出批評的 批評都拒絕 那麼除了俄烏戰爭之外 那麼也都看到 歐洲和拉美國家還有一些分歧 都是比較突出的 雖然 歐盟是專注於新的經濟倡議 和 更緊密的合作 他經常想 找 有什麼生意可以合作 可以做 一會兒會說這是有原因的 他不是故意想要抑拉美的國家 現在他是需要 找新的供應鏈 找新的投資地方 找新的生意的 供應商和partner 所以他就是拉攏拉美的國家 他的歐盟 歐洲國家的焦點 就是新的經濟倡議 希望更加緊密的一些經濟合作 但是 這次拉共體的幾位 理動人 竟然不識趣 重提了幾百年 來的 殖民主義 不是幾百年前 一路幾百年的殖民主義 和一些奴隸制度 他們又勾了這些話題 搞到不歡而犯 在一種干擾的情況之下 已經是 長期停滯的一些貿易協定 例如 歐盟和南方共同市場的一些協議 幾乎是 是談不到任何的進展的 如果說這次峰會有什麼展示 有什麼看到的話 我們就看到 中南美洲的信心 增強了 中南美洲的國家 自信心 大了 在歐洲是想尋求結束對中國 尤其是一些稀有礦產的依賴之際 中南美洲的原材料就變得 越來越重要了 歐盟承諾 去到2027年 將拉丁美洲的投資 加到450億 歐元 準備到2027年 投資 400多億歐元 在拉丁美洲 歐洲希望 對這些投資 是壓制 中國在拉丁美洲 日益 上升的影響力 希望不要讓中國在拉丁美洲 玩了 歐盟承諾 投資 450億美金 歐盟為何有興趣 跟拉丁美洲建立關係 實際上 謀求 減少對中國 經濟的依賴 包括一些最基本的材料 基本的原材料 可能生產供應鏈 或者是市場 等等 他們希望 不要全部靠中國 當然要找其他市場 供應的地方 所以 焦點 就去了拉丁美洲 但是 根據報導看 大家如果期待這兩天的峰會 歐洲和拉丁美洲的國家 談到 可以按照原定的計劃 歐洲的算盤 能夠推動 歐盟和巴西亞 阿根廷這些國家 遞結一些貿易協議的話 但似乎現在看上去就相當失望 是達不到這個效果 大家好 石榴台已經簡化了訂閱流程 不用驗證電郵 想付去訂閱石榴台 會更加方便 我們也優化了 視頻課放器 網速比較慢的時候 也可以看得流暢一點 如果有任何關於訂閱 或者使用的問題 歡迎你們聯絡我們 你又可以在 香港辦公時間 致電 3181 3890 或者用畫面上這個地址 發電郵給我們 石榴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10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 比較少講的 中國新聞時時分析 石榴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的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榴台 希望你們都 支持巴士的布 訂閱石榴台 多謝大家